好,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朋友呢,说给我发信息 说搞不清这个电路当中哪个是主回路 哪个是控制回路,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是什么意思 那这些朋友呢,肯定都是电工初学者 对这个电路图呢,说还看不太懂,不太了解 这个电路图的这个逻辑控制 那这期课呢,说咱们再把这个问题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其实咱们前面呢,说已经多次的讲解过这个问题 既然还有朋友问,那咱们再彻底的讲一遍 那这个主回路咱们看,这里是一个自保电路 起保停的这个电路,那这个呢就是主回路 那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控制回路 那主回路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里是一个水泵的一个电机 这个M,水泵电机,咱们想实现按下 启动按钮,让这个电机呢,启动 按下停止按钮呢,电机停止 那么给电机通电,怎么通电呢 首先给它合上这个断楼器 然后呢,咱们看这里将接触器 将它的主出点呢,串到这个电机线 电机的三根线 串到电机的三根线里边 就是说,只要这个接触器吸合 这些触点闭合 那么给电机是不是就通了电 三根线通了电,电机就会转 当这个接触器释放 这三个触点断开 电机呢,是不是就停止 那给电机通电的,控制 直接控制这个负载的 这个回路呢 就是接电机线的这个回路呢 就叫主回路 那如果用接触器控制的话 那么这个接触器主出点呢 要接在主回路当中 那这个控制回路呢 就是右边这个 咱们看,有按钮 有接触器线圈 有接触器辅入出点 那这些呢,都是在控制回路当中 那控制回路呢,就是要实现 按照咱们的意愿呢 让这个电机动作 也就是说 要实现按下 启动按钮,让电机 启动,按下停止按钮 让电机,停止 咱们看,按下 启动按钮SBR以后 这个电通过这里过来以后 接触器CAMERAL 契合,然后它付出点闭合 然后形成自锁 然后呢,主出点闭合以后 电机呢,开始运行 按下停止按钮,这里断开 那么,接触器释放 主出点断开 那么,电机呢,停止 也就是 主回路呢,是控制 直接控制负载的 给负载送电的 这个回路 控制回路呢,就是 按照咱们的 这个意愿 控制这个电机 动作的 这个是控制回路 那比如说 下面这个 正反转的这个电路 CAMER1呢 是正转接触器 CAMER2呢 是反转接触器 那么,主出点呢 接在主回路当中 这个呢,是电机的 三根线 那么,控制回路呢 咱们看 这个呢,就是控制回路 那CAMER1吸合 电机正转 CAMER2吸合 电机反转 那么,控制回路呢 就是按照咱们意愿 按下正转 启动按钮 让CAMER1吸合 让电机呢 正转 按下 反转 启动按钮以后 让CAMER2吸合 让电机反转 控制回路就是 控制主回路 按照咱们的要求 动作 那咱们看 比如说下面呢 还有这个 星三角加启动的电路 那星三角加启动电路呢 三个接收器 CAMER1 CAMER2 CAMER3 那这个 三个主出点呢 接在主回路当中 那它的这个动作 步骤呢 也就是说 按下 启动按钮以后 先让CAMER1和CAMER2 吸合 把电机接成 星星连接 启动 那启动起来以后呢 达到额定转速以后 然后让CAMER1释放 让CAMER3吸合 这个时候CAMER1和CAMER3 将电机接成角形连接 运行 那么这个控制回路呢 就是 完成咱们刚才 说的这个步骤 那这个 主回路呢 说一般 咱们 就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 自保电路 这个呢 很简单 就是将 电机的三根线 接到接触器 主出点上火 三个接线柱 主出点下火 三个接线柱呢 接到电机 这个呢 容易 那这个正反转呢 那 它就需要两个接触器 给它 跳线 给它导向 比如说CAMER1 那它主出点上火呢 R61 R62 R63 它直接咱们看 按顺序 跳过来 跳到CAMER2 上火 也是R61 R62 R63 也是这个顺序 那下火呢 给它导一下箱 下火呢 这个中箱不变 R62 还是直接跳这个R62 中间这个不变 将R61和R63呢 说给它换了一下位置 这就是导箱 实现这个电机 正转或者反转 那这个呢 基本上 咱们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因为像这种正反转了 像这种电路呢 基本上电工实际工作当中 随处可见 咱们见得多了 咱们肯定就记住了 或者说还有一种方式 咱们下火呢 直接给它跳 上火呢 导向 这个也可以实现 那么这个控制活动呢 咱们就按照咱们这个 电路 它的动作要求呢 咱们去记忆 就可以了 比如说让KMA细核 让电机正转 那么这里就是正转 接触器的一个自保的 一个电路 那反转接触器细核 这里是反转 接触器自保的这个电路 那当然将按钮互联锁 给它加上去 将接触器互联锁 给它加上去以后 那这个电路呢 就完整了 也就是说这个控制活动呢 是按照咱们这个要求呢 来控制主活路 动作 那包括这个行三角 加启动这个电路 那这个主活路接线呢 说基本上 就是这种接线方式 或者说有略微的 说这个不同 基本上这个原理呢 就是这个原理 那这个控制活路 咱们如果说记不住的话 那咱们就根据 它动作这个原理呢 咱们来记忆 也可能呢 说画出来其他方式的 这个控制活路 只要能实现这个要求 而且呢 这个比较完整 没有太多的隐患的话 那么就可以实现 那这个呢 就是主活路和控制活路 咱们要学这个 看电路图 画电路图的话 咱们第一步呢 就要掌握这个 当然如果你不会画电路图 说不会 看不懂电路图的话 说可以学习我的 看透画图的 这个专栏课程 系统的学习一下 肯定就 就会了 好 这个是网上一个朋友 发信息 问的我一个问题 他说安老师好啊 两个一样的电机 一个接地线 一个人为的 把这个地线的拆掉不接 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这边的老师傅说 老是跳闸 就把这个地线拆了 那我看到他 我发这个信息以后 我第一感觉 比较吃惊 什么老师傅啊 而且呢 我感觉作为电工呢 看到这种问题 我就非常生气 那你这个老师傅 要不然就是说 什么也不懂 他就不是什么老师傅 要不然就是 不负责任 一点责任不负 那你这个电机 那你 不管这个电机 接到什么 供电系统当中 这个电机 金属外壳 肯定是要接地线的 你不能把这个地线拆除了 你拆除地线 那你为了是这个电机 不跳闸 你把它地线拆了 那就太不负责任了 这个非常危险 可能会造成人身触电 伤网的这种事故 那他为什么把这个地线拆了呢 其实咱们画一个图 咱们就明白 它其中这个原理呢 也就是咱们看 比如说这个供电系统 三下五线制的供电系统 比如咱们画一个 TN-S这样一个供电系统 也就是变压器 比如说这个 变压器二次侧 引出三根火线 比如说这L1 L2 L3 那三下五线制的话 那么TN-S系统 那这个T呢 也就是中心点 直接接地 这里接地叫工作接地 那么还引出一根 这个N线 也就是工作零线 和一根 PE线 保护零线 那他这个电机 比如说这个是电机 电机 比如说这个 接线盒 接线柱 那三项电机 比如说中间通过断楼器 通过开关 比如说 这个GL1 这个GL2 这个GL3 那这个金属外壳呢 肯定要给他 接这个保护线的 也就是这个朋友所说的 这种地线 其实如果说在这个TN-S系统里边 它是要接到这个PE线上的 TN-C系统 也就是三样四线制的话 那这个PE线和N线是同一根 那他也要接到这个PN线上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为了防止什么呢 就为了防止 比如说这个电机 它的金属外壳 这个金属外壳在外面裸露 咱们人可能会触碰这个金属外壳 那如果说 当这个电机 如果说出现这个绝缘老化 那电机绕阻和金属外壳 碰壳 也就是接触住了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不接 这根保护线的话 那这个金属外壳 是不是也就带电了 你带电人 站在地上 你触碰这个外壳以后 是不是就触电了 那为了杜绝 是这种防止这种触电线下的 它就在金属外壳上 给它接了这根保护线 如果你 金属外壳 如果说漏电 带电的话 那这个电流呢 通过这个保护线 流回变现器中性点 这个电流呢 非常大 它会让这个保护装置呢 比如说这里呢 断楼器 或者是这个溶端器呢 让它动作 让它跳渣 缺断这个电源 从而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那这个朋友 他所说的这个电机呢 把接地线拆了 为什么要拆呢 他不拆这个接地线 他就会跳渣 所以他就把这个电机线 就地线就拆了 拆了 你把这里拆掉以后 它外壳漏电 那它 知识宣服 那你这个时候 它肯定是不跳闸了 但是非常危险 你进入外壳带电 你如果没人触碰还好 有人触碰它 那他就 这个人呢 就触电了 所以说非常危险 所以说这个 他所说的这个老师傅呢 要不然就是狗屁不懂 要不然就是说不负责任 咱们做电工呢 一定要杜绝 这种现象的这个发生 或者说 他这个系统大周 他用的是漏宝 可能说这个漏电呢 是非常小 但是达到这个漏宝 漏电的这种 这个设定值了 那他也会跳闸 那不管怎么样 咱们电机的这个接地线 就是这种保护线呢 是绝对不能拆掉的 也就是说 金属外壳呢 是绝对 必须给它接地 或者接领保护 你什么时候 也不能拆这个线 你 电机跳闸 你跳闸证明它不正常 证明这个设备链不正常 它就应该跳闸 你就应该去查 它跳闸的真正原因 你这个电机 说那它 居然老化了 那你肯定就是 电机不合格了 你把它拆下来更换 或者去维修 你不能够把这个保护装置 给它拆掉 为了让它工作 把它保护装置拆掉 说这个是不可取的 咱们做电工 必须杜绝这种 这个情况的这个发生 但如果你零基础 想学电工的话 说可以学习 我根据自己20年 电工实践经验 制作这套 零基础电工入门 搜成笔记的 这套课程 那这套课程 非常通俗易懂 而且非常实用 从最简单的 什么是220V电压 什么是320V电压 开始讲 所以完全零基础 纯小白 也能看得懂 学得会 包括 这个 各种电器元件 这个结构原理 接线方法的 这个讲解 比如说像 接触器 各种继电器 热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 讲解 包括 怎么拍拆电路故障 还有 怎么看得懂电路图 怎么画电路图 这个 各种电工 一期一表 比如说像 外用表 腰表 强性电流表的 使用方法 都有详细的讲解 而且这套课程 是带这个 纸板教材的 如果你学习 这套课程 会将这本 零基础电工入门 搜身笔记的 这个教材 是免费的 邮寄给你